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宽11米 这件货呢 它是在宁波向山西泽码头建造 通过SPMT模块车两列32轴线 将这件600吨的大家伙在岸边滚装上船 金马771是一条7000吨的舶船 由于江山这个码头是国内码头 它不具有国际船舶靠舶之质 所以呢 我们选用的是中国籍的金马771 基金灯舶船 上了船以后 在船上放有合适的支吨 加分载板 来平衡分单点接触甲板的重量 同时呢 它的绑扎呢 是采取24毫米直径的钢磁绳 16道 再加10根支撑杆 大家看红颜色的地方就是支撑杆 连接甲板底部进行一个支撑 我们这件货 现在看到的是已经在开航状态 预计一个小时以后 它将离开向山西泽码头 前往江苏的张家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夫人 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条波船的尾部跟我们的母船 Rodoc Star这条船的尾部进行对接 并且加板在同一级平线 然后我们Rodoc Star有专用的尾翘 搭载在DM771这条波船上的尾部 然后进行焊接并且绑扎固定 连接好以后 DM771这张货就通过SPMG进行位移 一直移到Rodoc Star的船舱里 这时候整个娓娓对滚的这个作业就结束 大家好 我是Centio Ocean的JAMP 现在位于我的后方 是Rodoc Star昨天晚上 连夜已经绑扎固定完毕 已经处在起航状态 预计一个小时以后 这条船将离开张家港 前往萨特阿拉伯的岩部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